警方持搜索票指導 位在台北大安區的公司 年輕人最愛使用的社區媒體 迪卡爾經報涉及不法案件上北起 卻不配合提供涉案個資 僅僅十一月上門搜索 十二月十八號二度上門 這才交出電磁資料 法務還跟著回去 但警方仍憂心 迪卡爾會成為犯罪文床 原警發公文要求索取資料 過了一個多月都還不給 我拿著保障隱私權的令件 當戶身符 形同縱容這些詐騙集團 在社群內犯罪 會這麼擔憂 就是因為警方的全省 各地都接到民眾報案 詐騙集團利用 迪卡爾匿名機制 在上面誘騙大學生存佈 作為人頭帳戶 或是假借團購收錢 修屍泡露 但不只詐騙 還有妨害名譽空殼 跟色情圖片泛濫 違反兒哨罰等 匿名機制 警方得調閱會員個資 才能偵查 想不到十一月搜索 迪卡爾公司 竟無視搜索票 以大法官釋憲的 隱私權保障為由 拒絕提供個資 讓檢警碰了亂釘子 犯罪有關 而搜索票沒有記載的話 只要是一目瞭然的 法則上的適用下 都可以進行搜索 以及扣押 隱私來進行抗辯的話 恐怕是不合理的 拒絕配合 是想變相放縱詐騙嗎 迪卡爾爭議不止一樁 總統蔡英文 2019年到迪卡爾參觀創帳號 隔年迪卡爾創辦人之一 出任國民黨 數位行銷科技長 迪卡爾立刻神速切割 甚至有網友 罵民進黨廟被聲聞停權 網友質疑 政治黑手 深進大學生論壇 迪卡爾早已成為 綠營的媒體工具 迪卡爾反共是用者隱私 迪卡爾則回應 努力在保障用戶 隱私權前提下 協助執法機關偵辦案件 就怕不法集團看準隱私保障 藏身迪卡爾 成為看不見的犯罪文床 記者楊綺浩 黃玉蘭 台北報導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階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